98新聞台 FM 98.1 財經一路發大家發發發 聽眾朋友我是老木華 剛剛我們在談方舟投資 ARC 那個華爾街的女股神 這個巴菲特版的女股神 這投資報酬率 她激檔ETF 去年的平均報酬率高達150% 幾年下來的報酬率都是5倍6倍的 投資的績效很好 可是你看到她買那些股票 很多公司都是不賺錢甚至虧損 事實上在美股上面 我個人的了解 很多那種投資機構也好 或是說投資人也好 大資金也好 他們看的是成長概念 而不是像台灣那麼重視 所謂的權益概念 什麼本益比 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不重要 重要是這家公司到底未來成長性如何 所以這個投資的風向球 其實台灣跟美國是有很大差異的 這個當然補充一下 那台幣今天是收升3.6分 收28.445 成交的金額是8.8億 這個量能稍微有萎縮下來 最近台幣的走勢也算是平穩 不過盤中仍然是有到過27.938了 那亞洲股市今天台股表現很亮眼 因為大漲了1.7%的幅度 在亞谷裡面算是跑第一了 那日本股市今天是上漲1% 收在28456點 連續4天走高 再創30年來的新高收盤點位 漲了292點 但是日本的疫情很嚴重 日本首相菅義偉已經宣布 大阪京都這個地區有七府縣 就大阪是府嘛 然後有這個七個縣 納入到緊急事態 所以繼東京的一都三縣之後呢 這個大阪圈 大阪生活圈也納入了 也納入緊急的情況 像愛知啊 兵庫等等都在數在這個圈裡面 這其實就是日本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嘛 一個是首都圈 一個就是第二大城市的大阪 這樣子的情勢呢 使得大家想說到底奧運會不會辦 那菅義偉看到新聞 菅義偉是先前打電話給比爾蓋茲 說呢 我們一定會辦奧運 結果這個新聞也有出來 但是現在看起來日本人的疫情 只能靠疫苗了 如果說要辦奧運的話 另外韓國今天上漲0.7% 韓國股市今天在買盤支撐之下 迅速回正 此外 香港恒生指數呢 今天小跌41點 跌幅0.15% 昨天大漲的入股今天稍微回檔 上陣指數跌幅是0.27% 深層跌了0.6%的幅度 央行今天又PO文了 請廠商不要過度拋毀 以免砸到自己的腳 央行最近頻頻PO文 在臉書上PO文 有新聞說央行的賬戶 你是被盜了嗎 你的賬號是被盜了嗎 央行怎麼會這麼頻繁的在臉書上PO文呢 引發不少網友懷疑央行是不是賬戶被盜了 不是應該是央行非常急 就看到台幣這樣子的漲勢 當然對於出口廠商來講壓力很大 我們看到在法人操作部分 外資今天結束了聯二賣 今天買超154億之多 自行商今天也大買了50億 投信小買4000萬 所以三大法人合計205億的買盤 不過外資在大台還是持續在加空 空倉加碼2334口 進多單流倉的空投部位 已經到21535口了 小台則是維持多單流倉 2625口 今天買超1596口 今天的期貨單日的約當部位 是賣超74億左右 所以期限貨之間 有明顯的操作差異 至於說在美國股市的週二行情 道瓊是漲0.2%的幅度 標普小漲0.04% 納指漲0.28% 費半漲0.6% 所以四大指數是收高的 但美元連升的態勢終結了 出現了美元指數下跌的狀況 那金價就反彈了 那美債的殖利率也下滑 油價創11個月的新高 所以美股週二是能源股 跟金融股0.0% 那拜登週四 美國時間的週四 會宣布最新的 塑造美金的刺激計畫 此外 美國的週三 美國眾議院要啟動 對川普的彈劾投票 那川普已經放話了說 彈劾我對美國很危險 這個恫嚇美國的眾議院 那當然我看眾議院還是會繼續投票了 那台股今天四例KY在盤中超越大力光 短暫坐上股王 此外台積電漲上600塊 已經是創歷史新高的600塊以上的收盤價位了 那台股我們後面怎麼觀察呢 今天再創了歷史新高大漲269點 收在15769點 我們趕快來請教大華國際證券投顧的 洪世哲分析師 黃老師您好 我希望大家好 那今天除了半導體族群大漲以外 面板也開始好像有復活的味道 像友達盤中亮燈漲停 群創收盤也是明顯的上漲 那面板已經回檔一陣子了 所以資金又輪動到面板上面 那黃老師怎麼看這樣的資金輪動的行情呢 指數今天再創了這個新高 來到了15778點 昨天的一個本土這個疫情呢 造成了台股的拉回 只是虛驚一場 可能有把大家有嚇到了 像昨天的上市上跪的一個融資 減少了46億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指數呢又大漲了269點 台股真的是驚驚漲 從元月份開紅盤以來呢 只有兩天是小跌的 而且呢是天天都創 指數的一個新高 那資金的一個行情呢 外資回補的一個買盤呢 光一月份呢到現在 都已經快到800億了 那指數呢就已經呢漲得快到16000點了 所以呢在這種呢 這個元月行情的一個送分題 當然要把握最好賺的一個行情 那今年呢過一個荷包滿滿的一年 今天呢市場的一個情緒呢 又跟昨天呢不一樣 昨天呢上漲的一個加速呢 是整個跌倒過來哦 那指數呢 頻頻的在創新高的這個階段呢 其實呢 最吸引一般投資人的呢 不是要買哪一種股票 而是呢 大家想要去拆高點 大家都想要在最高點呢 放空或是呢 最高點把多單賣掉 但也因為呢 一般投資人呢喜歡抓高點 導致呢很多股票呢 明明可以賺很多的 卻因為呢把短線呢 這個轉折呢看得太細了 用自己的感覺呢 決定了買賣 到最後呢把一檔能夠幫你大賺的股票呢 提早的賣出哦 其實呢現在盤面大漲的股票 像台積電啊 或者是聯電 甚至呢聯發科哦 我相信呢很多人呢 在過去呢都有買過 可是呢能夠完整的 賺到一個波段的呢 卻少之又少 最大的一個原因呢 除了這個 把短線呢 這個走勢呢 看太細之外呢 還有呢就是對 公司和產業的一個了解呢 不夠深哦 那像今天呢 PA的這個族群呢 應該是今天哦 全市場的最熱門的一個焦點了 那我們手中的像3105的文貌 今天呢又漲停了 來到了423.5元哦 又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那我們文貌呢 在過去呢 也不是呢 一買之後呢就噴出 在上個禮拜呢 也經歷過呢 文貌提到了 會損的一個問題哦 當時呢很多的法人呢 也出來呢 調降他的一個猜測 那昨天呢也是呢 股價在創新高之後呢 拉回到385塊 但是我們還是堅持著一個暴注哦 就是因為我們對公司呢 未來這個產業呢 呃非常的了解哦 在去年啊 12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一再的分析哦 5G在今年呢 會繼續的成長 當中呢 成長最大的是呢 社品元件 因為呢5G要向下相容哦 4G的一個頻段 以及呢增加到毫米波 這我們在12月 呃1月初呢就有在分析哦 其中呢像PA 就是呢 社品元件的一個材料 在當時呢 我們提到的 5G的概念股呢 很多呢 基期已經很高了 你看呢 在去年12月底 我們冒的一個股價 當時來看呢 也是在相對的一個高位置 那為什麼呢 我們敢買進哦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公司呢 今年的一個成長力道 才要爆發 而股價呢 還沒有完全的反應哦 過去呢 很多人呢 跟你說呢 PA已經漲很多了 那今天來看的話呢 當初呢 大家認為的高點 卻變成了大漲 以前這個買點了 那穩茂上個禮拜 發佈利空股價大跌啊 對 那一般散戶都被嚇 嚇得籌碼趕快拋了啊 想說他調降毛利率 三個百分點 降那麼多 降的幅度是10%耶 對 三個百分點是10%的幅度耶 那這個 這張股票真的也 也蠻那個的了 我覺得 你是在最後拉台前的甩轎嗎 似乎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哦 那回測到月線的一個 那你那天賣掉的人不是很冤枉 當然 對不對 講實在是這樣子嘛 是不是 那除了這個文貌之外呢 我們的一個老朋友 像8086的洪杰科 今天呢 也跟著呢 創新高大漲 這個股票呢 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哦 大陸在PA的一個選擇上面呢 因為大陸去美化的關係呢 都以洪杰科為首選 除了提早呢 我們預告了PA的一個成長趨勢之外呢 第三代的半導體化而物的材料呢 在今天呢 也是全面的上漲 在上個禮拜的節目呢 我們也有專門分析了第三代 半導體材料成長的一個原因 因為呢 美國呢 Qui呢 已經在去年的12月份 正式的量產呢 碳化系 讓產品的報價下跌 那電動車的車廠呢 因為成本呢 降低了 開始採用 所以呢 在第三代的半導體 將在今年開始呢 會大幅成長的一個產業 當中呢 上個禮拜我們也有送給大家 一檔呢 碳化系的一個概念 今天呢 也亮燈漲鈴創新高 就是呢3707的漢磊 在這邊呢 我們也恭喜呢 上個禮拜有打電話 進來索取的聽眾朋友 好 漢磊集團下面指導是家經 今天也亮燈漲停嗎 是 那第二代半導體的生化家的穩茂 洪杰科 今天也都是同步大漲 所以這個半導體材料 隨著這台積電 就不斷的漲高啊 整個族群可以講說是 今天盤面上非常火熱了 好 那另外在5G的部分 您觀察哪一個產業呢 哪一些龍頭呢 這邊 如果是以這個5G的一個產業呢 上個禮拜呢 我們也看到 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就是最近呢 上漲的股票呢 都是屬於產業的龍頭股 像6510的金測呢 也是如此 金測呢 可以說是呢 全世界呢 唯一喔 產業一條龍的前段喔 半導體的一個探測的公司 那我們在800塊附近喔 進場的喔 這種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之一喔 在指數來到了一萬五千點呢 還有這樣的一個公司呢 漲幅呢 遠遠落後這個大盤喔 這就是呢 投資人的一個新的機會 那金測呢 在今天也來到了860塊 而投信呢 外資呢 也是持續的在買超 所以呢 這種產業的龍頭股呢 短線上面呢 可能沒有中小型股呢 長得飽悍喔 但只要呢 它正式的一個上漲的話 賺的錢呢 會超過你的一個想像喔 因為它不會像中小型股 一樣的一個起漲 起跌 也比較呢 不會被震盪吸出喔 大家呢 可以想想喔 這個禮拜呢 像文貌呢 連續上漲創新高 如果你是在全市場呢 都抗壞 跌到350塊的時候呢 趕在那一天 進場來買的話 那現在可以賺多少錢呢 而且呢 這種股票呢 有量有價 要買多少呢 都沒有關係 不用擔心呢 出不掉 所以呢在今年呢 有興趣呢 跟我來買產業龍頭股的 金融朋友呢 歡迎呢 跟上我們的腳步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法人操作的標的 就說今天 外資是大買嘛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資 買超第一名是友達喔 大買將近8萬張喔 哇 果然今天面板是被外資拉上來喔 另外買聯電 聯電也買了6萬7千張喔 這個外資先前反手大賣聯電 現在目前又大買聯電 有點搞不懂 那日月光投控是持續在買了 今天日月光投控已經供到快100塊了 99.6了 我又買了1萬4千張 另外買鴻海 呃鴻基 經濟大成鋼 華通跟星光晶喔 上市的部分 上櫃呢 買超第一名是世界喔 買這個晶圓代工 然後齐邦 封策 然後洪捷科 剛剛講PA 光陽科 這個做台間供應鏈的 呃廣運 還有玉創 宏遠鎮 合金跟太深 呃投信買超的第一名 上市喔是群創喔 買了1萬3千張另外買友達 所以 今天投信跟外資喔 聯手買面板股 買金像電 奇紅 聯電 經濟 敦泰 全新 易龍 玉明 喔 那我的經驗是喔 當外資跟投信喔 聯手買面板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特別注意喔 面板股是不是有行情要來了 好另外在上櫃的部分呢 投信買超第一名呢 是紅 雙紅 穩帽 欣權 漢磊 齐邦 金策 萬潤 申家電 玉泰 跟碩合 這個好幾檔都剛才我們節目 黃老師有談到了 像PA的穩帽啦 那金策啦 今天投信在上櫃的買超 也有這些股票在裡面喔 那至於說在IC設計的部分呢 PA今天也是大放益彩嘛 那您怎麼看這個族群呢 那IC設計呢 我相信呢 看到現在呢 持續的在火熱 像剛才所提到的6415的西里KY呢 盤中一度的就超過了大力光 成為股王 所以呢 IC設計呢 預計呢 應該會成為近期呢 盤面短線的一個熱點 畢竟呢 許多的高價股呢 都是在IC設計的身上啊 所以呢 很多股票呢 都會被市場的資金來青睞 當然有產業成長趨勢的呢 會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過去呢 我們也跟大家提到 跟系列一樣的一個 電源管理IC的 8081的一個自信之外呢 像5G發展呢 也會帶動呢 Wi-Fi 6的一個成長 因為呢 5G的一個訊號 容易被這個建築物呢 影響到它的一個訊號 這個流通喔 通常呢 在室內使用呢 Wi-Fi的一個品質呢 會比5G還更好 所以呢 Wi-Fi 6也是呢 會大幅成長的一個 一個系統 當中呢 台股呢 以2379的一個瑞域 是Wi-Fi的一個晶片龍頭呢 而且呢 它又跨入了車聯網 間接地打入了Tesla的一個概念股 以這個產業來說呢 會是一個首選喔 在今年呢 如果你要買的話 就要買最好的一個公司喔 像IC設計 有機會呢 在新期呢 比價的一個效應 很多呢 百元以上的IC設計股呢 都會輪流的上漲 像最近呢 很多人討論的 這個6531的愛卜呢 這個IP產業呢 也是如此喔 所以呢 高價股的一個IC設計呢 投資人呢 在短線上呢 也可以特別來留意喔 嗯 好 IC設計喔 今天很多股票都在比價喔 這個系列KY一度供到3000塊 真的非常強勢喔 那至於說今天記憶體喔 好像也有開始要動的味道 對不對 華邦跟萬宏都小漲啊 感覺起來 好消息不斷 什麼記憶體要漲30%啦 等等這些消息不斷 然後感覺起來也很缺 那為什麼他們的股價都壓得不動呢 喔 記憶體呢 也是今年喔 這個第一季投資人能夠特別去留意的一個產業喔 雖然呢 有些股票呢 短線上面已經上漲了 那我們可以呢 不用在這個創新高的時候去追喔 那今天呢 其實記憶體的股票呢 也由於呢 法人喔 也有小壶這個賣超呢 所以呢 最近的股價呢 沒有什麼大幅的一個上漲啊 除了這個 像比較小型的十全之外呢 其他的個股呢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表現空間呢 當然呢 可以等未來呢 碰到壓迴的時候 再特別去留意它未來上漲的一個位置喔 那誰規定呢 不一定喔 不一定呢 是規定喔 買股票一定要在創新高的一個時候來賣喔 通常喔 記憶體的一個產業呢 有一個習性呢 就是呢 一旦確定它漲價了 時間呢都會跨季度 不會只漲一季喔 現在呢 已經有確定了第一季的報價已經開始上漲了 那我覺得呢 記憶體這個產業呢 在今年上半年呢 也就是呢 到第二季呢 都不會太差 以後呢 如果碰到股價有壓迴呢 我覺得呢 都要偏多來思考 好 所以記憶體也可以注意 面板也在輪動 然後呢 IC設計 半導體 晶圓代工封測 哇 這盤面上面 股票挑不完啊 限時 我們一句話嘛 過去考試的時候啊 這題到底寫什麼答案呢 就抓頭皮啊 輸到用時方很少啊 現在看到那麼多股票 就是錢到用時方很少 是這樣嗎 對 除了這個記憶體之外呢 我們看到被動元件過去呢 今天已經看到了六字頭 從去年11月份開始上漲了 目前呢 大約呢 漲了兩百多塊 也大概漲了五成 看起來好像漲很多了 但跟過去呢 最高點一千三百塊來比的話 連最高點的一半都還不到 所以整體的被動元件的位階呢 還不算太高 而被動元件的成長力道 除了電動車之外 5G手機呢 也會是 也會提升它的使用量 舉例來說呢 4G的手機呢 大約使用了四百到一千顆的一個MLCC 而5G手機呢 會使用五百到一千五百顆 4G的手機呢 需要兩百顆的電感 5G手機呢 則需要兩百五十顆 所以呢 需求增加了25% 既然呢 國際已經呢 緩步帶頭上漲 那整個被動族群呢 我覺得呢 都有上漲的一個機會 當然呢 還是要以該產業的龍頭公司呢 為選股的主軸 過去呢 除了利隆電呢 我們提到了 它跟國際 是台灣少數有出貨給車用電池的 被動元件廠之外呢 我們也有佈局呢 全球第二大的一個晶片電池廠 有興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來跟我們一起來操作 那被動元件呢 除了國際呢 漲到六百一十二塊 創下短線的新高 我們看二哥呢 華星科 假如呢 投信呢 能夠回頭的買超 而且呢 突破最近的區間的高點呢 那這個族群呢 就更有機會全面的來上漲了 所以呢 投資朋友呢 可以特別去留意喔 產業的龍頭的指標股 未來的一個走勢 那指數呢 當然 現在呢 是金金漲的一個現象啊 繼續的在創新高 那我們一路以來呢 也是持續的在做多 沒有預設它的一個高點 那一萬五千點之上呢 要買什麼股票才會賺錢呢 像文貌還有洪杰克呢 我們提早的領先來佈局 今天呢 也大漲創新高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買什麼股票呢 只要呢 按照我們這個家族成員規劃的操作節奏 以及呢 各股買賣點的進漲佈局喔 那當然會簡單又輕鬆 接下來呢 我幫大家準備好了 下一檔的股票 到底呢 看好哪一個族群 哪一檔股票呢 只要今天一通電話 來電呢 就可以了 領取了股票的附帶 讓你過好年 好 大家可以注意剛剛 黃老師所講的訊息喔 謝謝紅色分析師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